Hello 之后全是失婚的小姐姐 还没有男朋友 说一下新生快乐 新生快乐 你们知道中国唯一的白种人民族吗 深邃的眼窝 高挺的明良 褐色的眼睛 他们就是塔吉克族的同胞们 这是我的塔吉克族兄弟 阿里木 白克 他们是中国唯一的白种人 是不是 生活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 这个地方叫塔什库尔干 离巴基斯坦只有几十公里 我会从这个地方去到巴基斯坦 现在我正在塔吉克人的家乡 塔县 十分幸运 正好我又碰上了当地有人结婚 这是今天的新年 祝你新婚快乐 我在录视频一个Vlog 我是暴走兄弟 这次我的旅程从新疆陆路出国 途经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最后到达叙利亚 深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我将带大家看看世界的另一面 太热情了 没有没有 别把我尴尬死了 走吧 喝个奶茶 我们是过来凑婚礼的 塔吉克人十分的热情好客 我才来到了家门口 新郎的母亲就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和朋友一起进屋参加婚礼 还给我们端上了很多当地的美食 塔吉克人就真的是特别热情 谢谢 这是我第二次来塔县测婚礼 塔吉克人的婚礼要办三天三夜 我过来时是婚礼的第二天了 今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将亲戚朋友邀请到新郎家一起在歌在舞 哪怕是小孩也会一起在音乐中舞动身体 这是我在内地参加婚礼 没有感受到的风情 而明天新郎才会正式去新娘家接亲 为了更完成地记录塔吉克族的传统婚礼 第二天一早 我就跟着新郎一家一起去新娘家里接亲 这个是婚车 上面有很多他们民族的一个装饰 现在是新郎要去新娘家 然后去继续这个仪式 这个姐姐让我们跟着她一起去新郎的亲戚 我坐这里吗 好 大哥谢谢你 你好帅 我们现在是新郎家的一份子了是吧 然后去接亲继续这个仪式 塔吉克人非常喜欢跳舞 在接亲的半路上 陌生的塔吉克族同胞 看见了我们的婚车 哪怕彼此之间互不相识 他们依旧围着婚车 伴着旋律 跳起了舞来 也许这就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接亲路上遇到爷爷 这个爷爷的表情上面 感觉生活很清楚是不是 你多少岁了 66岁 66岁啊 共产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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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们来到了新娘家中 这位就是新娘子 然后这旁边的伴侣 新娘子的身边围着很多人合影 我也看到了几位新娘的亲朋好友 为她高兴 或是因为不舍而流泪 我要跟新娘子合影了 这是今天的新娘 祝你新婚快乐 我在录视频是吧 我在录视频一个Vlog 你看这些新娘的头饰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两个女孩呢 是新娘的妹妹是不是 你们多大了 新娘是你的姐姐吗 你看她们都长得非常的漂亮 白皮肤 虽然这里海拔很高 紫外线很强 但他们也不会晒得特别黑 你们的衣服帽子都很好看 就他们喜欢那种彩色是不是 大红 大黄 大紫 还有粉色 然后你们这边是几岁嫁人 几岁都可以 几岁都可以吗 对 因为现在都会很慢 然后以前就十三四岁 十三四岁 现在不要 可以把你的帽子借给我戴上吗 我看一下我戴这帽子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这帽子好好看 像我戴上这帽子 我戴上这帽子好看吗 男生就戴另一种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会跳舞吗 会 来跳一个 简单跳一个 哇 真好看 这是什么舞蹈 塔吉克的舞蹈对吧 虽然小姑娘才十三岁 但身高真的很高 这都是他们的小伙伴 可以拍你们吗 这个小姑娘真好看 多少岁了 十一岁 你的眼睛是橙褐色的 然后她的头发是金色的 金发碧眼 你看这上面还有很多装饰 还有铃铛 都很好看 她说闺蜜 你闺蜜啊 好看 走 走 我们去那边蹭饭了 那边有很多人在跳舞 你们都是塔吉克族吗 对 你们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不知道吗 因为这是基因的问题 他们就是天生的金发碧眼 五官深随 塔吉克族是中国唯一的白种人民族 我国的塔吉克族同胞约有五万人 他们世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这片土地上 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并非外迁而来的 从古至今 塔吉克族世世代代为中国守护着西部边陲 自发地打退过好几次外国入侵者 流血牺牲也数不甚数 建国之后 因为帕米尔高原海拔较高 地势复杂 边防官兵的数量有限 大多数塔吉克族的男性同胞 都会自愿成为帕米尔高原边防线上的护边缘 今天的新郎就是一位武警官兵 这都是新娘子的朋友 每个人都很漂亮 小姐姐 你们有男朋友吗 有 还婚了没有 还没结婚吗 有男朋友 没结婚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男女比例就女生特别多 而且很多女孩子都没有男朋友 最后全是试婚的小姐姐 还没有男朋友 说一下新生快乐 新生快乐 谢谢 你看 这一溜过去 全是迪迪热巴 现在新郎要进屋正式接走新娘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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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位大哥是乐器啊 是音笛 音笛 用音的骨头做的笛子是吧 对 和亲朋好友拍过照之后 新娘会戴上象征纯洁的白色盖头 直到到达新郎家之前都不能摘下 这是塔吉克族的传统礼仪 文首礼 见面时 他们会握住对方的手 然后互相亲吻对方的手背 接亲仪式完成后 所有的宾客会来到屋外一起跳舞 他们会这样一直跳到凌晨一两点 饿了就去旁边吃点抓饭 相比于汉族婚礼 喜宴上会摆出非常多的菜肴 塔吉克族的同胞们 对食物并不在意 比起山珍海味 他们更喜欢跳舞 这是正儿八经的抓饭 这里面有肉 我可以吃吗 是 吃肉 这肉好香 跟他们一起吃抓饭 在他们这边吃这个手抓饭 就真的是用手抓的 然后捏成这样小团 往嘴里面喂 然后这个是牦牛肉 然后牦牛不仅生长在青藏高原 在帕米尔高原同样有 好香啊 是帕米尔高原 高原的群众最喜欢吃的那个牦牛肉 对 好吃 祝你 帕米尔高原 恭喜帕米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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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结束之后 按照塔吉克族的传统习俗 有些家庭还会举行 雕羊比赛 一群塔吉克族的小伙子 将骑着马 抢夺小羊 最后抢到羊的胜利者 会拿到奖品 塔吉克族的婚礼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比起我上次过来 这次我拍摄的更加详细 如果有时间 我很推荐大家来新疆 来塔县瓦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婚礼上的时候 我遇见一位上海过来的旅游姑娘 正好她也想去巴基斯坦 我们一拍即合 决定组队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将一起离开塔县 去往巴基斯坦 如果大家对我要去叙利亚 这个节目感兴趣 可以持续关注我后面的行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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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